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说我老黑脸比较黑 穿上衬衫会不会好一点 不过穿上红褲的衬衫显得脸更黑了 好咱也不扯远 咱们今天就是随便来聊一聊 最近有很多网友也跟我留言 骂的也不少夸的也不少 今天也没有写稿 就是随便针对一些网友的留言 咱们简单的聊几句 有个朋友就说你是个卖国贼 总是在骂自己的祖国 你是卖国贼 然后我就想 卖国贼我是没这个能耐 你说我哪有权利去卖国 拿什么去卖国 哪个领土能让我去卖 所以说卖国贼这个帽子 就不用扣了 你与其扣我卖国贼的帽子 你还不如跟别人一样 就扣我反而分子的帽子好了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以前我不是做过台湾的视频吗 有人说我想去台湾生活 我也向往自由 向往民主 但是中华民国会收留我吗 实际上台湾的领事馆 我也打过电话 我也问过台湾的移民政策 之前的节目也说过 这一笔带过 他们说台湾是欢迎移民的 全体是你有什么重大的社会贡献 比方说得诺贝尔井 然后算了 这位朋友你也不用想着去台湾生活了 再撑一段时间 因为国内现在这个已经快了 现在这个局势已经快了 有一个网友的留言 我看他是这么说 他说再过十年 你一定会发一个视频 题目是美国没落了吗 他言下之意 就是美国已经不强大了 实际上我告诉你 美国他将会持续强大 并且把老共推上绝路 这点我们都是翘首以待的 也有朋友说什么呀 他说我的节目是故意抹黑老共 而且他还说 如果你是真心想让中国好 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那就不能让共产党倒台 否则中国必然混乱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日之中 真的想中国好 就应该多给共产党一点压力 逼迫他们进步 给人民 给百姓带来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那我要回答你了 我现在做这个节目 我不是在给共产党压力吗 我不是在逼迫他们进步吗 如果说他们进步了 我马上我就不骂了 我还就不黑了 虽然我一直 我都希望老共赶紧倒台 如果说他从现在开始 深度的改革 开放党禁报警 开放网络自由 我马上我就夸他 我唱弹歌 所以说这位朋友 你的回答 跟那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 你要是到了北京去旅游还是干嘛的 是吧 出了火车转打一个出租车 上了车 跟司机开始砍大山 那北京的爷们可能聊了那出租车司机 是吧 聊这个 这个拿哪家族腐败多少钱 这个大厦是谁家的 那个谁谁谁玩了多少女人 哎呀 说的是头头是道 哎呀 你然后说这个共产党太坏了 共产党太腐败了 你要说那你希望不希望共产党倒台呀 那出租车司机马上会说不行 共产党倒台天下就大乱了 说你这位网友你这个口吻 跟那个北京出租车司机一样 现在也快了啊 我之前我一直都说什么中国天快亮了 然后快要走向民主 快要自由了 有些人呢 他还在讽刺我 他说 共产党他是你能骂就能骂倒的吗 说你能推翻就能推翻的吗 实际上我没有能力去推翻共产党 我也骂不到共产党 共产党他要是倒了 那是他自己缩的 那是他自己内部就像一个苹果一样 内部住空了 表面上看起来打了蜡 是不是看起来还红扑扑的 一口咬下去 你看里边全是坏的 这个我推不倒他 我也骂不倒他 他自己会从内部去崩塌 而且我每个人都会去见证这么一个时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你这个连连续续做节目都说半年了 是吧 怎么还不倒呀 你说这个饥荒怎么还不来呀 你说这个崩盘怎么还不崩啊 可千万不要着急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历史往前推进啊 咱们看历史书啊 动不动都是啊 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 那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每年推进一点点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而且在今年2019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咱们可都是亲历史啊 咱们都是一步步看了这个美国这个贸易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香港这堂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这个香港的人权法案是怎么通过的 接近百分之百的通过 我看了一下这个美国的民权法案 整个众议院好像是470多人是吧 只有一个反对 其他的全部同意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99.8%的同意去签署这个香港人权法案 全民是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这说明什么 这什么是人心所向啊 这说明美国人是站在香港这一边 而且你看到现在啊 美国呢也又开始南海挑衅了啊 咱们动不动不就是说南海亮剑啊 你亮什么剑啊 你东风21你还是歼20啊 你有什么还是那个开起来直冒烟的那个航母啊 聊牛号啊 你怎么跟美国对抗呀 光打嘴炮过瘾 你看那个金灿荣打嘴炮多过瘾啊 在我眼里这个台湾的军队就是一团肉 就是打嘴炮过瘾 中国也是挺有意思的 中国一开会啊 人民代表大会一通过没有投票率 百分之百的通过 这个也是因为老共啊 他让美国的国会也是接近于百分之百的通过了 这也是老共的能耐啊 他不仅能够自己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能够百分之百 也能够影响美国的众议院 影响美国的国会 也能够百分之百的就通过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挺牛的挺厉害的 更爽你又不爽了 然后你就说我们对此表示严重的抗议 香港的问题都是我们国家的内部问题 别的国家无权干涉 那就好比是说 这个孩子是我自己家的孩子 我打自己家小孩 别人无权干涉 对于这个反家暴法 反对打小孩的法律 我们是严重的抗议 你抗议再抗议 人家还是通过了 现在至于一个还有说什么川普签不签这个法案的问题 那签是肯定要签的 那如果要不签的话 川普的总统还当不当了 只会选择一个什么时间签而已 什么时间签对这个股市最有利 什么时间签就这种整个局势 整个世界大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时刻去签 肯定会签 而且我们都会亲眼去见证这么一个时刻 那那有些人说的老公不能倒啊 一倒就天下大乱了 用一句那个电影里的台词搞笑的台词 那我这么回答吧 我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老公倒台的 我会闭上眼的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巴巴的你倒呢 就是说这种事情是大快人心的 老公一倒啊 香港的问题解决了 香港马上恢复这种繁荣稳定 重新恢复啊 这种全球自由港这么一个地位 国际地位 老公一倒台 那么党进报警啊 互联网啊都开放了 老百姓能够接触到国外了 然后你看看国外的讯息 你才知道自己原来怎么会怎么可以这么傻 真的现在很多人可能到了10年以后 再想想当年的自己的想法 可能就想我当年怎么这么想 我当年竟然我还替共产党说话 我真的是一个傻逼啊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咱也不说别人 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当年去抵制日货的时候 我也上街过 我也喊过抵制日货 人人有责 我看了别人砸这本车 我还手痒痒呢 那时候你说那时候傻逼不傻逼 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人总是会成长的 不要一听什么喊打喊杀 你就开始热血沸腾 不要被这种狭隘的民主主义 绑架了你的思维 让你狂热 昨天的节目说伊朗 说伊朗当年为什么赶走了巴雷维王朝 迎接了霍梅尼 霍梅尼他也说 我上台的目的是要为了反腐败 结果霍梅尼上来之后更腐败 那为什么人民还选择霍梅尼啊 那是因为伊朗的人民教育程度普遍都不高 对于事物的分辨能力还没有这么的清晰 所以说就容易被煽动 容易被忽悠 所以有人说吗 伊朗上街的人民现在流下的泪水 都是当年脑子进的数 这句话说的也比较难听 这是别人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但是逻辑上确实是这样 话操理不操 所以说等到老共倒了以后吧 很多人将会清醒起来 中国这片土地上 首先需要复苏的就是一个文化产业 因为人民被欺骗太久了 人民需要知道真相 人民需要了解真正的世界 人民需要到日本去走一走 是不是看日本人都很猥琐 中国人应该到美国去走一走 去看看那里的文明程度 也可以到北欧去走一走 去见识一下什么叫路不时宜 夜不必顾 也可以到一些什么欧盟五珠 像这个葡萄牙 西班牙 这个意大利 希腊 这些国家一起去走一走 去看一看民主制度的弊端 民主才有缺点 民主它的缺点还不少 但是呢 民主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即使在这种欧盟五珠的国家呢 它也是一个法治社会 人民还是享有基本的这种 福利保障 都还是有的 还是活着有尊严的 起码狗都有尊严的 狗都打不得 中国人真的是需要睁开眼去 好好的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理性的去看一看 带着思考 带着问题去看一看 不要总是狂热的喊打喊杀 狂热的总是想要觉得 日本人想要侵犯我们 美国人想要侵犯我们 那你算一算美国从古至今建国这么多年 他占了中国一寸土地了吗 他没有吧 但是他帮了中国多少了 他阻止了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 又有谁知道呢 又有谁认这笔账呢 所以说中国人他可怜呢 愚昧呀 一直都被欺骗呀 至于会不会天下大乱 那么你看春秋它也是很乱 北洋它也很乱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这些思想解放都发生在这些所谓的混乱时期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有大一统呢 为什么不能分裂呢 脑洞在大一点 一定要大一统吗 中国可不可以分裂成好几个国家 新疆让它独立建国 西藏让它独立建国 广东让它独立建国 都没有问题吗 脑洞在大一点 大一统思维有这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什么呀 重要的是作为具体的个人活到有没有尊严 你去医院看病要不要求这医生 你敢不敢把自己的命交给医生 你没有钱 医生愿不愿意给你看病 你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你把孩子送到学校里 你放不放心让老师去教 老师找不着你要红包 找不着你去要补课费 你老了之后有没有人管 你老了之后你倒在了马路上 有没有人敢服 这是最主要的 具体的个人活得幸福不幸福 有没有尊严 这才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体现 小国家也有很多呀 人民也都活得很有尊严呢 欧洲也有许多小国家呀 像摩大哥梵蒂冈 这种小城邦国家太小了 你建国那边有什么出了什么不好的新闻吗 谁家还丢着找不着吗 发生什么恶性的犯罪事件吗 没听说多少吧 一定要大一统吗 所以说多动了脑子想一想 我心里我也想通了 对于那些五毛呀小粉红啊 其实你也不是我的敌人 你即使你在恶意的攻击我吧 其实你也伤害不了我 我也少不了一斤肉 我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不往心里割 没准以后过了十年之后 你可能会想 哎呀当年我真傻 当年老黑他说的是对的 或许你会说 虽然说老黑呢 他有很多地方说的不对 但是某些还是说的有点几分道理的 那我就满足了 那我的这个价值 我这个自媒体的价值 就算是体现出来了 那我听听陆视频我做什么呀 苦口薄心说什么呀 见不到中国好吗 当然在我的留言区 要善意的批评 我是欢迎 不喜欢我呢 也可以骂两句也都无所谓 像在油管呢 也有一些五毛皮闹主 也有骂我的 名字我也不提 其实他们心里都应该有说 其实我觉得骂的也挺中肯 骂的也挺客观 起码呢 就是说没有带人身威胁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人在江湖飘 挡了过来刀 是吧 只要不犯法 什么事都可以干 只要你不威胁到他人的言人自由 那么我就捍卫你的言人自由 有些人说 在我的留言区下面 有些留言发不出来 说我什么删留言 那很多人都是带着情绪过来的 过来就是问候女性啊 过来就是要喊打喊杀啊 那这种留言 它是被自动屏蔽的 这不是我删的 这是自动屏蔽的 不要怪我 问问自己 今天呢 也就是随便跟大家聊个这么十来分钟 我也没有写稿 就是随便聊聊 好吧 咱们下期再见